今天和大家分享在深圳龍華區的商場 叫做觀蘭湖新城MH Mall 香港人最喜歡的當然是地鐵直達 這裡就在觀蘭湖站的旁邊 當然會拍攝商場中特色的餐廳 這間精美張烤鴨店是吃片皮鴨 很多香港人會喜歡光顧 也會拍攝餐廳內部的環境給大家看看 這個商場除了多餐廳食店之外 最大的特色就是地下這一層 有很多不同產品的美食 而且價錢還很吸引 看到對的還可以即場買飯來試試 大大份即開即切的水果 20元有交易 鮮薩西瓜汁多大杯 更加誇張的是這個超級芒果綿麵冰 比頭還大 蘭州拉麵大家可能會吃 給一個特別的三菱子大家有試過嗎 商場還有很多適合小朋友玩的遊戲 一家大小放假上來玩 真是所費無幾 我們這次上來玩兩天一夜 還會介紹這間250元一晚 但環境不錯的酒店 兩天一夜的行程 還可以玩旁邊的 觀蘭湖運動生態公社 這條片的節目非常豐富 希望大家可以讚個好 繼續去片 由福田口岸不用轉站 坐4號線 只要51分鐘就可以去到觀蘭湖站 今次玩兩天一夜 租了一間很便宜的酒店 所以我們會組兩個站 在觀蘭站下車 觀蘭湖和觀蘭站是不同的 大家就要留意 這裡是觀蘭站 我們在A2出口 上來見到一間八街華領域廣場 原來這個八街華領域廣場 都很大的 上面有探魚 樓下這裏有八條有燒烤 吃生蠔雞煲 那邊 綠色招牌那裏 就是內雪的茶 現在先去酒店拿房 放下行李 酒店就在前面 橙色建築物後面 這間就是維也納國際酒店 怎樣國際呢 我們進去看看 進來見到一個大堂 前台 今次就由大小姐來 搞Check in 好搞笑 自助預訂區 有什麼看 可以借東西 男生的東西 女生的東西 可以借髮卷 免費加借女士用品 這裏就是男士的 哪個髮卷 我打算借你一個 這個可以借 借了之後要放進去 其他有些好像火機 胡法術那些 用完就不用放進去 這間是豪華雙床房 250元 浴室 是這樣的 有兩張床 就是這麼多 至於外面的觀景 打開看看 都看得很遠 房的面積雖然不是很大 叫做合格 不過 好開心的是水非常之猛 還有水是很夠熱的 這裏就是剛才那間 八街華嶺廟廣場 就在維也納國際酒店 我們現在準備去吃下午 順便在商場上 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這間是卡馬王子 專門買西餅和蛋糕 哇 開放廚房 大家就可以吃得放心 想買哪樣 很香 聞到的味道 每樣都想試 哇 哇 這個豬肝怎麼這麼邪 哇 爆章Horeo來了 十四個狗的爆章Horeo 究竟是怎樣的味道呢 嘩 你的樣子好像很滿足 上來這個商場的四樓 吃探魚烤魚 誰知道原來它的營業時間 是星期一至五 到兩點而已 我們又要找第二間 原來八街華廣場 這個B1層呢 是有個food court 很多東西吃 這個是麻辣香鍋 這邊古名 就是飲水果茶那些 這間是元記雲餃 中國鮮餃 遠記經典 韭菜鮮肉餃 粟米餃 白菜鮮肉餃 好了 我們進去 這個是免費的豆漿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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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好吃 你在香港 跟餐百元一杯 那些 那就喝多些 中國鮮餃 軟的燕包 舖仔細細 即包的餃子 有個姐姐很細心 慢慢慢慢地做 這個商場地牢 超多食物 看看有什麼冷串可以買 五花肉 黃金里脊 魷魚酥 大魷魚 這杯冷串十元 人仔 真是超級抵 來吧 這個是雲吞麵 看起來是滑的 但不是爽口大牙那種 這個是白菜豬肉餃子 這個是韭菜的紅油光盤 嗯 看你的樣子好滿足 這個是瓜埔羊肉串 爽口大牙 招牌鮮餃 半香歐雲 大家這麼適合老驚此地 都可以試試這間 好吃嗎 餃子 好吃 在這裏吃完好好味的冷串和餃子之後 我們就搭地鐵 搭一個站 由觀蘭站搭去觀蘭湖 由觀蘭湖站A出口 走出來不用100米 就來到觀蘭湖生態運動公社 裡面有很多東西玩的 這個套票門價八十八元 如果什麼都不玩 只入場的話 三十八元一張 在主題樂園 由於地方大 可以租這些電動車代步 不過我覺得有點貴 三十分鐘要八十元 嘩 這個位置好漂亮 這樣拍下去 你現在是不是全速的 是呀 地板有的 是呀 踩色的 BB車都比你快 哈哈 我們來這個運動生態公社 最重要的就是玩這個飄卡衣族 來這裡玩飄移車 可以用美團 全部最少都可以便宜十元 賽車場有兩邊 這個就是給小朋友玩的 飄移卡組就是大人玩 好刺激的 這裡的服務員小姐姐 你看 親自幫提子哥哥保安全帶 真是貼心關懷 小姐慢一點 這個速度在大人眼中當然不快 在五歲的小朋友來說 已經是很好玩的 戴完頭盔 準備去玩飄移高卡車 場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這裡的車 除了是用柴油引擎之外 它的構造獨特 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飄移脫尾 我們在卡路冰雪世界喝完飄移 走出來整個世界都不同了 黃昏的時候周圍的燈飾起了 你看多漂亮 好有氣氛 綠色的草地上面 鋪著藍色的閃閃燈 如果夜一點 我想更漂亮 可能夜經濟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這個時候玩機動遊戲 就會一點都不熱了 因為這裡有很多的霧化系統 這個角度看下去 是不是有些神秘的仙境感覺 加上前面漸進顏色的隧道 所以就會很多人來這裡遊覽 現在這一刻就是燈光節 所以就會有這麼漂亮的燈飾 遲些就可能會沒有 但是大家來的時候 有第二個主題 可能又有更加漂亮的景色 都未頂的 好漂亮啊這個位置 簡直就好像看霧魂開幕這樣 看完燈飾 濫過一條馬路 就來到觀蘭湖新城 MH Mall 這個商場的冷氣都OK 雖然沒有香港那些那麼厲害 那麼冷 在國內來說 這個商場都OK的 一些冷氣 商場的B1層有很多小店 現在是松小貝 松香酥脆 有多少人在這裡排隊 黑巧脆葡撻 黑珍珠葡撻 很吸引 還有南瓜波波 紫薯波波 QQ麻薯 流心波波球 二小姐一定會試 什麼流口水波波 不是流心波波 可以每樣要兩個都可以 在巴迪奧超市的旁 旁邊有很多攤檔小食 這個是吉撥撥 吃的也是這些冷串串 幾元一串而已 這裡是蕙茶 蕙醉全球好茶 賣的當然是飲品 像這個多肉葡萄 即是葡萄汁 是12元 拉後一點給大家看看 很多人在這裡排隊買的 這裡有一間上上纖 買的是成都蛋蛋麵 陳慶小麵 除了這些麵吃之外 很吸引人的串串 這間叫做雙喜新式花甲粉 究竟是吃什麼的呢 經典花甲粉 肥牛花甲粉 北美蝦花甲粉 看到製作過程 原來花甲粉真的有蜆在裡面 看到這個材料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吸引呢 零食攤檔轉過來這邊 有間馬記泳 蘭州拉麵 裡面座位寬敞 一入去試一下 一坐下就叫一瓶黃河黃啤酒 真的不是時時有 可能我大香你了 第一樣想看的就是麻醬大糧皮 吃拉麵親糧皮 夠了閃北風味 這個是大塊牛健子拉麵 這裡的拉麵 有毛細有二細 還有闊條麵三菱麵 很多種選擇 這是紅燒牛肉闊麵 好似樣子 這個是大塊牛板健子拉麵 三菱麵 比較有咬口 第三碗拉麵 就是大塊牛健子闊麵 有些切刀削麵 幾多芫荽 聞到都香噴噴 這個是四公格的醃菜 有蘿蔔大白菜 青瓜木耳 十幾元 好便宜 嗯 這個味道 就是以前在深圳的小店 食地道 蘭州人 新疆人開的麵店 那種味道 很美味 這裡的麵食 就是一個特點 全部都是很長 就是拉麵可以拉出來 跳舞那種 這個是鋼針羊肉串 買五吋送一吋 這個免費長飲的紅棗茶 味道濃郁 如果大家來這裡吃東西 不喝的話 就真是損失了 這裡的職員很好 告訴我們 拉麵是可以免費添食的 原來門口已經寫了免費燭麵 是我們沒有留意的 這一餐有啤酒有羊肉 這麼多碗拉麵也有涼菜 成為人仔240元 真是又好吃又滿足 在馬忌永的旁邊 是和虎撈麵 這間也是國內的 另外一個連梭品牌麵店 彩色有這個 紅燒牛肉麵 29元本 2號番茄牛尾湯牛腩麵 哇 聽過名字就好像很豐富 這個是鎮店招牌 不點後悔 推介的第一樣食品 是老老豬蹄 25元一份 謝謝 嘩 為什麼這裡的服務態度這麼好的呢 現在是老碗會 閃西手工麵 風味小吃 裡面吃的東西 就是這個醬架骨 肉甲膜 還有餃子 還有一些包點 裡面的座位也很寬敞 由兩個人的卡位至六個人的卡位都沒有問題 而這間老碗會呢 也都是有紅棗茶 陝西紅棗茶 可以給大家慢慢添飲 在老碗會走過來呢 這裡有一間牛九章宮廷酥牛肉餅 賣的就是這些牛肉餅 這些酥餅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麵團發酵好之後 一個一個真材實料的肉餡 捲好之後 嘩 捲得很有技巧 這樣才可以令肉餅 粘層 更加酥脆 有層次感 捲好之後呢 就會 拍一聲 放在旁邊 適當的時候就會煎出來給客人吃的 一份宮廷酥牛肉餅 加馬提山鱈魚 就是25元 吃完東西 想吃水果的話 可以來這個位置 切好了包裝好的水果 大約由十多元至三十元不等 如果不想吃水果的話 還可以喝水果汁 這杯西瓜汁 20元 不怕你便來 現在仍然是商場的B1層 這裡有一間聖月鼎紅 裡面呢 很多遊戲玩 還有打保齡 而這裡的收費呢 有份每一局計 46元 或者每一個鐘頭計 是8多元 這個球場呢 就大約有十多條球道 這樣上下 用這個價錢 一加大石來玩 也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來的 這間Mini Soul 名創優品 香港也有 那有什麼好拍呢 原來呢 這裡賣的貨品 是跟香港很大的不同的 是否跟香港很大的分別呢 買了一些有趣的玩 除了女士的化妝品之外 大人小朋友喜歡玩的玩具 都會在這裡找得到 這一層除了剛才那些小食攤檔之外 還有很多餐廳 好像這間叫做月小品 是吃越南野的 越南米子卷 三十兩元四十元 生牛肉湯河粉 就是三十九元 還有些牛肉丸湯河粉 就是二十九元 在越南餐廳旁邊呢 就有一間鮮牛肉小火鍋 裡面應該就是打火鍋的了 在門口的宣傳呢 也都會見到大眾點評的榜單 五星門店就是這一間 這裡也是開放式的廚房 洩牛肉的時候呢 就給大家一目了然 究竟在這裡搞什麼了 原來這一間叫做麟牛 用的是貴州土黃牛 五花劍是四十九元 比較抵食的就是亂肉 二十九元 這個胸口是三十九元 齒柄肉也是三十九元 再過來隔離就是牛小道牛雜煲 看看它的招牌菜先 哇這個套餐一三八大大份 有衣麵有娃娃菜養牛雜 雖然現在是下午兩點多 都算是多人在這裡吃了 難道真的很好吃呢 再在隔離呢 就是這間居竹潮山菜 門口就當然有它的招牌菜式啦 海鮮大茄 嘩這個厲害 東海黃花魚蒸肉餅 趁著樂場沒什麼人 拍一下環境給大家看一下 感覺都很舒適啦 原來這裡的蠔仔餅 是大眾點評深圳TALK ONE 每份是四十六元 下面的招牌必點 獅頭我拼盤 二人份量是七十八元 這間居竹潮山菜的外面 還有一些露天的座位 除了是吸煙區之外 在天清氣朗的時候 坐在這些位置 看著室外的感覺 都是很舒服的喔 現在上來三樓 對面那裡有一間海底樓 大家都很熟悉啦 這個商場就有兩座建築物 沿著這個位置 就可以進去前面有冷氣的商場了 一進來就會看到看陽庭 吃自助韓式烤肉 如果沒有會員的話 午市就是九十九 晚就是一零九 下午價錢九十九元 十一點吃到四點半 究竟有什麼吃呢 食物質素如何呢 拍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飲品 是花茶來的 還有水果啦 前菜 看下去五顏六色 感覺很豐富啊 轉過來這一邊就有沙律 沙律有幾種沙律菜啦 有不同的醬汁 前面是壽司 很多款式 這邊呢就是 這邊就是熱食熱分區 有鐵板烤牌 不過不知道豬還是羊 沒看完的 再轉過來這裡 有菜心啦 咦 這個香腦龍骨以前吃過 挺好吃的 還有不同的燉湯啦 都差不多了 不是咦 再轉過來這裡 還有水果 還有蜜瓜 火龍果 西瓜 還有龍眼 前面應該沒有了吧 咦 不是咦 還有還有還有 還有這些甜品 九十九元 吃這麼多東西 都真的幾划 環境感覺都幾舒服 不知道不介意半開放的話 都OK的 廢大廚或秘大廚 吃的最出名就是這個 廢大廚辣椒炒肉 68元 其他的菜式 有便宜又貴 有二十多元至五十元都有 現在是下午的三點鐘 如果晚飯的時候 就會坐滿很多人 在三樓商場的最盡頭 這裡有一間點都可以 原本是廣州的一間點心店 現在就做到深圳都開分店了 裡面環境都算寬敞 沒有落班時候 所以下午吃點心都可以 在這裡喝茶都是剔點心子 有頂點特點 茶錢每位八元 而點心的價錢就拍得住香港了 在店都可以的 旁邊就是四骨椰林海南椰子雞 吃的是椰子雞湯打邊爐 細皮嫩肉文昌雞 好吃不半 而入面的座位呢 就全部都是卡位來的 招牌必點的二人餐 二百三十九元一份 有文昌雞半隻啦 椰子鍋底 有竹生菌娃娃台牛丸 還有一個辣味煲仔飯 就是這個樣子了 這間是綠茶餐廳 在深圳幾個大商場 它都有分店 這麼有氣氛的餐廳 但收費又不會貴 好像這個狀元糊頭煲 是三十二元 同鍋牛雜就是五十二 不知道有多大份呢 古法租養丸子 即是好像酒養丸子一樣 這麼大碗只是二十二元 只有五十三元 商場的三樓 有一間楊小燕 我們來吃甜品 這是三至五人份量的 超級芒果麵麵冰 究竟有多大份呢 大小姐給手掌來看看 這麼大份的一份是五十三元 還有一份這個是 軟氣蜜桃綿綿冰 這個不是超級 所以是二至三人份量的 這個是三十多元而已 這兩份綿綿冰都好正 大家有機會經過這裡的話 就不妨一試啦 商場的四樓 有一間芙蓉樓 朋友告訴我這裡是吃正宗的湖南菜 究竟有什麼吃呢 湖南米豆腐燒 龍蝦或者牛肉或者羅斯蝦 我就沒吃過了 如果吃過的朋友 歡迎在評論區劉國賢 告訴我好不好吃 芙蓉樓裡面的裝修 就偏向傳統 座位也是舒適闊 這邊還有些大桌 芙蓉樓的菜式 就有法式烤羊排 三十元一斤 是一條的一斤 下面還有一個酸包菜水晶粉 三十五元麗牌 小炒河蝦是四十二元麗牌 價錢都很合理 餐牌有很多烈酒 有便宜有貴 有烈酒就是預大家在這裡慢慢吃 這裡還有些粗糧點心 銀絲卷 十八元一斤 這麼划算 四樓這裡還有一間 京味醬烤鴨店 很多香港人都說它的片皮鴨好吃 不過就要留意兩點半至五點 是落場時間 據說它的烤鴨 是用果木炭火烤製 這裡還有一個特別的菜式 叫做菲子兆 一粒粒的不是荔枝 而是蝦球 餐廳的裝修風格 是用傳統的中式 那就是說 坐這些椅子的時候 也是坐硬板椅 哈哈 四樓這裡有個小朋友 會覺得很好玩的小型賽車場 因為會兜著商場最頂這一層一個圈 大家來玩灌蘭湖新城MH Mall 可以即夜來即日走 對面就是地鐵站私出口 又或者好像我一樣 在灌蘭站便宜地租酒店過一晚 就可以感受一下酒店樓下的夜經濟 有消耗啊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最緊要留言讚好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拜拜